元旦总统府升旗典礼场上最吸睛就是台东的两颗热气球 台东县接连两年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活动成功闯出名号 不仅热气球团队在今年元旦也参加总统府升旗进行展球表演 热气球活动所带来的商机以及公共发展 更引起东部的花莲宜兰想要跟进抢搭热气球的商机 而在中南部县市的台南市南投县都有意复制 针对于此公望局纵管处副处长胡荣茂更建议 是不是台东县政府要申请专利 现场黄建廷表示其实台东只要把热气球办好 就不怕别人来比较 我想我们第一个台东已经是办了两年了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些地面部队 他们在展球 在搜球 在协助整个飞行的工作上面都非常的熟练 这个是经过两年的培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这个自然的环境非常非常的棒 大家看一看像这样的环境很难得 尤其是高台本身已经是有300多公尺的高度 所以就算细流我们再增加 离地30公尺我们看出去的视野非常的好 那这次台南号称说他们要离地60公尺 其实他们是把那个连球的高度都算进去 那30公尺是现行法规的规定的极限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个暂时还没有办法超越的 最后一点我想 我们就要做载客的自由飞了 那这个是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县市 有办法跟我们比较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国内正式登记的合格的两颗球 就在我们台东 国内正式有拿到我们热气球飞行执照的 五个飞行员也都在台东 希望民间跟县政府共同努力 将热气球活动以及产业 视为地方的年度大事 台东营造为飞行天堂 热气球胜地 让全国游客把台东 作为搭乘热气球的唯一选择 东台宣伴部的综合报道